这辆黑色奔驰E300L轿车是为女士2018年买的 他介绍最近一段时间车子一直停在嘉兴平湖市龙盛兰郡小区的地下车库里 7月18号那天早上呢我想很久没开这个车子嘛 我想今天开一下开出去呢 我以为是看见后排玻璃有那个水滴嘛 我以为是常规的那种自来水滴在上面 等到中午的时候它还在我用手拧摸一下 发现油油的黏黏的 然后到了洗车店洗车我以为洗得掉的嘛这种东西 然后洗车店的老板告知这个已经被那个东西给腐蚀掉了渗进去了 这辆车子的后备箱盖左侧车窗附近都能够看到雨点状分布的痕迹 跟原本车漆的颜色有区别 就车顶上面那个风机管道冷凝水滴下来的 物业它也知道的是冷凝水滴下来导致的 看起来是不明显但是这个已经是无法再擦掉 就渗进去了嘛 魏女士介绍之前她把情况反映给了物业 对方在她车位附近的风机管道外包了塑料膜冷凝水还会往下滴 但被塑料膜接住了不会滴到车上 物业的这个处理办法她不满意 我要求物业你这样子用个薄膜铺一下的话不是长久之急 车子的比方说清洗抛光后续或者更加其他的方法 找到小区物业负责人不在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一位王经理 王经理介绍包塑料膜是解决风机管道维护问题的 一种临时方案至于魏女士车子的情况 公司已经通知她对接处理 王经理表示接下来会跟魏女士保持沟通 188黄敬眼记者报道